看古迹讲故事 您好 我是昆仑刘石 今儿咱这班啊 继续聊 崇祯十七年的那些人和事 崇祯十七年的三月十九 随着大明司宗皇帝崇祯朱有俭 在紫禁城后世的梅山上 自以身亡 这标志着 这大明朝 二百七十六年的基业 算是就此完蛋了 哎 您别跟我提南明啊 这南明在我心里啊 就不算个正经的朝廷 那么可说了 这大明朝 它是怎么亡的呢 哎 这里边啊 问题很复杂 1644年的前后啊 这地球啊 正赶上小兵器 哎 这自然灾害啊 没有办法 闹了饥荒了 这是属于天灾 那人祸随之就来了 这一天灾啊 百姓们没有吃的 西北呢 就反了李自成 张献忠 关外的女真人呢 这会儿啊 她已经建国了 叫大清朝 整天就虎视眈眈的盯着着大明朝的江山设计 再说呀 这大明的朝廷里 君臣简直啊 就是离心离德 这臣子们啊 一个个是贪腐成风 无心朝事 崇祯皇帝本人呢 虽然很勤奋 很想忠心 但是啊 她性格决定了命运 这崇祯啊 是一个生性多疑 刚愎自用的人 这种种一切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啊 才导致了大明朝廷江山设计的崩塌 咱们这个系列啊 是从诸三太子案开始 咱们讲的呀 都是崇祯皇帝身边的人 今儿咱这班啊 他也不例外 那么今儿咱说谁呢 今儿咱要说的 是我个人认为 1644年 也就是崇祯17年 这一年前后啊 我认为最可恶的人 那是谁啊 这就是崇祯皇帝的老丈人周葵 无论您翻开哪本史书 您查到周葵这个人啊 都会告诉您啊 这周葵这个人是 京师顺天府大兴县人士 说到这儿啊 咱们就得插一句 您可别以为啊 这个大兴县 就是现在说的那个 北京南郊的那个大兴 那会儿的大兴啊 那可包括北京的城里 明朝那会儿的京师 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城啊 从中轴一分为二 基本上啊 西边就属于晚平县 东边呢 就属于大兴县 您看啊 回到现在的北京城 郊道口南大街东侧呀 有个大兴胡同 那儿啊 就是明清两朝 大兴县的县衙 所以说这史书上记载呀 如果说一个明朝或者清朝人说 他是大兴县人 那他可不是郊区人 那么简单 他完全有可能住在市中心 这周魁啊 是个移民 从哪儿移过来的呀 从宿州 有人说了 他是皇帝老丈人呀 他肯定是世家出身 哎 其实不是啊 这周魁啊 原来啊 野打挂摊啊 是野晃串铃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据说这周魁啊 上午天啊 在前面外那儿有一挂摊 给人抽摊算挂 到了下午呢 还得干点别的兼职 就是拿出串铃来 走街串巷啊 给人家治病去 这算挂灵不灵呢 不知道 哎 这个看病的手艺啊 估计不在二无眼以上啊 也不在二无眼以下 对了 正在二无眼上 他治病的手艺啊 无非就是记起了那么几个草头发 就跟现在说吧 他治的那几个方子 都在心里复印着呢 他有这个打瓜算命的嘴皮子呀 所以啊 就尽量的拿你这个病啊 往他治的那个方子上靠 想来这出到北京的时候啊 这周魁的生活 过得那自然也是很潦倒 哎 转运的时候来了 天启六年的时候 那年啊 功力算啊 应该是1626年 这天启皇帝啊 决定啊 给自个儿的兄弟信亲王朱有俭啊 挑选王妃 那这事儿明西宗朱有孝 他不能亲自主持啊 好 挺大皇上的 给自个儿挑兄的媳妇玩 有人说这西宗朱有孝啊 这字啊 应该读作教 我不抬杠 因为啊 从这个字面读音的意思上讲啊 还是念作教啊 他意思好 可是不行啊 从小我历史老师不是这么教的 所以我念不出来 哎 您各位见谅 那么给帝国的亲王 选王妃这等大事儿 由谁来主持呢 哎 这件事儿啊 就落到了正宫国母皇娘 张皇后的身上 千挑万选 比对来比对去呀 还就选中周葵这闺女了 明代初期以后啊 给这个宗使 哎 包括皇上选媳妇啊 跟前代跟后代都不一样 这之前呀 肯定是选世家世俗 功臣大臣的女孩 作为候选对象 到了清朝呢 只选旗女 不选民女 可是这一时期的明朝啊 他们有自己人形化的说法 他们的原则标准啊 是既不挑世家世俗 也不挑功臣大臣之家的女子 这些后妃 乃至王妃们的出身啊 很多都出自世景之家 有的呢 大不齐啊 也是小官小利之家 因为他们怕呀 本来就是大士族 再沾了黄心 这样呢 就会外戚作大 这周葵呀 第一个想不到的 就是从一个切留蒙古大夫 挂摊上的半仙 一下子就成了王爷的老丈人了 这王爷呀 还是亲王 皇上的亲弟弟 好奇 这老家伙算是身腰了 美高兴 谁想啊 天大的好消息啊 还在后边呢 这明西宗朱有孝啊 没儿子 死了以后 这信王朱有俭 直接就做了皇帝 接了他哥哥的班 这周氏王妃啊 顺理成章 就成了正宫的国母皇娘 这周葵呢 自然就是天子一号的 大国丈 这自个儿的孤爷子 当了皇上以后啊 这周葵自然 他也不能再是平头老百姓了 于是这朝廷啊 就给了这个大国丈周葵 一个爵位 什么爵位啊 就是家定伯 这爵位是有啊 可是啊 没有什么正经的差事 因为这个崇祯皇帝知道啊 他这个老丈人 除了会算命打卦以外啊 也就是会开两个治不好病 要不了命的草头发 所以说这官啊 就算了 干脆啊 给他点封地吧 封在哪啊 封在这周葵的原籍 苏州的东门外 并且呢 这周葵啊 很会经营 没几年的功夫啊 就成了苏州的名门险户 周葵啊 在这个苏州的福祉啊 现在还有 您现在去苏州 清代苏州制造署旧旨 就在现在的苏州地食中学 那儿就是原来周葵 在江南的府邸 您可想而知啊 他有多阔吧 崇祯皇帝周俭 一共啊 就做了17年的皇帝 在这17年里啊 他这个老丈人周葵 给自己啊 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这里边 当然了 有庄园买卖 挣的钱 也有这朝中大臣啊 拍马屁 托他办事 他收的黑钱 具体多少钱呢 咱们今天小片最后啊 肯定给您个交代 一日长两日短呢 这时间他过的是快的 17年 呲愣擦愣就过去了 转眼就到了 崇祯17年 随着大明朝 王国日子的临近呢 这周葵的好日子啊 也算是到头了 这周葵 丑恶人性的一面啊 也慢慢的展示了出来 要说这周葵啊 他不愧是个 算命先生出身 他有可能啊 已经算到了 这大明朝的气数将近 就在崇祯16年的年底 也有人说呀 是崇祯17年的年初 因为连年的战争 这大明朝的国库空虚 可以说呀 这国库里呀 是斯嘎拉空 于是啊 崇祯皇帝就号召 大明朝的官员 祝祥 哎 您可听清楚了啊 祝祥 就是你们拿出钱来呀 帮助朝廷 给部队发军饷 当然了 他这么说 不是好听一点吗 助想啊 就是往外掏钱 谁乐意啊 这官员们个顶个的 大眼动小眼的 不肯往外掏银子 在升宫当中的周皇后啊 是个身兵大义的人 他就知道啊 他这父亲呢 是个老抠 那钱呢 都穿在嘞巴条上 是肯定不会往外拿 他就把这周葵啊 叫他后宫 跟他的爸爸说呀 说您哪 别蜀模寸光 一旦啊 成破之日 您的万贯财产啊 肯定也保不住 您哪拿出点银子 来给这百官做做表率 大家伙啊 都掏了钱 这将士们吃饱了 穿暖了 打了胜仗 这才能保证啊 你们以后的功名利禄 荣华富贵 这周葵说 你这孩子 这爸爸哪有钱呢 你也知道 咱们家穷呢 皇后说呀 您别跟我说这个 您看这儿 有一张银票 这是五千两 是我呀 把我的首饰 变卖了一些 才得来的钱 您打走 自己再凑五千呢 然后交给皇上 也算是咱们家 作为这大明朝的 第一外戚 给百官们 做了一个表率 看见这五千两银票啊 这周葵乐了 说行行行 您容我呀 去凑那五千两 拿着这银票啊 就走了 可是转过天来呀 这老小子 只交给了皇上 三千两 他自个儿啊 还眯了两千 关于这个故事啊 这钱的数字 各种版本不一 反正的故事 就是这个故事 不光是这样啊 这老小子 还会演戏呢 从此以后啊 他走着上朝了 穿着破衣拉撒的 那意思是说 你瞧哎 我这钱呢 全捐给朝廷了 您瞧就这样 这大明朝 能好的着吗 所以说呀 没过多少日子 三月十九 这闯贼破城 崇祯皇帝 和周皇后 是双双自义 这临死前呀 就给这周葵 脱了孤了 让他照顾啊 周皇后生下的子女 谁想啊 这老小子 为了保命 闯贼刚一进城 刚刚派刘宗敏 一搜府啊 周葵呀 就把这些孩子 交给了闯王 他本以为啊 交出了众皇子 这是大功一件 这闯贼必然对他是 另眼相看 哎 还真是另眼相看 转过天来呀 这刘宗敏 带着士兵 就闯进了他的家门 干嘛呀 这回 可不是 助想那么简单 这次啊 叫所想 就是跟你 要钱充当军费 这周葵呀 还是来那套 没钱 把脑袋 扑了呢 跟着歇了虎子 吃了烟的油子似的 这刘宗敏啊 可没有崇祯皇帝 那么好糊弄 没钱呀 行 把他儿子弄死 就当着周葵的面啊 就把他儿子咔嚓了 这老头啊 亲眼看见 自己儿子死了 还不认头 继续扑了脑袋 这刘宗敏呢 也不着急 来人哪 把他老婆 跟他儿媳妇挂上 得 老周的夫人和儿媳妇啊 也算是一命乌乎了 这刘宗敏呢 他虽然是个粗人 但是他实术啊 他一看呢 不能再杀了 因为这老周的至亲呢 就只剩下俩了 一个呀 是他的次子 还有一个是他的侄子 于是啊 就在这周府的院里 准备了三条板凳 这侄子跟次子呢 趴在板凳上啊 挨边形 这老周呢 反着被绑在板凳上 脸朝天 贴家棍 贴家棍是什么意思 您不知道啊 我告诉你 就是把这人呢 绑住了脸朝天躺着 把这纸啊 阴湿了 往脸上盖 那惹定啊 是喘不上气的 不能让你死了 这好办 在你将死没死的时候 在你嘴上啊 捅个窟窿眼 这会儿啊 这人就环形过来了 这被贴家棍的人呢 刚觉得有一丝希望 扑 一张纸啊 又盖脸上了 据说呀 这种酷刑啊 折腾不用十次 这人呢 有什么罪行都招了 你去审去吧 怎么审怎么有 大闹天空 火烧圆没圆 这罪啊 他都能承认 这周国障很无奈啊 带着这群反贼 来到了后园 打开了银库的暗门 好家伙 这刘宗敏算是开眼了 这里边可不光是真金白银呢 还有房产地契金银珠宝 据殉难路中记载 周葵这次被洗劫走的 广现银就有七十万之多 什么府邸 库藏食物填产 一律没收 还有一本书啊 叫假身传心路 这本书里说的更细致 说这周葵啊 被洗劫走 现金五十三万两 其他资产加在一起 折银也有大几百万之多 您瞧这老小子钱 全便宜闯贼了 最为可恨的是 这闯贼跑了以后 八旗军进了北京 太子朱次郎去周葵府上啊 看自己受了伤的妹妹 长平公主 要说这会儿的周葵啊 应该没什么可怕的了 穷光蛋一个的孤了头 要不就咱们怎么说 今天这部书啊 咱们说的是坏人呢 这周葵啊 眼珠一转啊 记上心来 他觉得呀 买大清朝廷好的时候啊 到了 他决定啊 不见这个太子 所以说谁 问起我来啊 这太子是真是假 我不知道 他当然知道了 这大清朝廷 肯定不愿意承认 这个人就是太子 朱次郎 于是大半夜的 他就把这个外孙的太子 朱次郎啊 轰到了街上 那能不被逮着吗 这太子啊 很快就被巡城的八旗兵 给逮到了顺天府 然后就交到了摄政王 堆滚的手里 那这摄政王必然啊 得问周葵 周葵自然啊 是不敢去 他说呀 来我们家这小伙子 我没见着 所以他是真是假呢 我也不知道 即便他真是太子 我的外孙子 朱次郎啊 为了大清朝廷的利益 我看呀 您也是该杀就杀吧 那这大清朝廷自然就就坡下驴了 给这个太子扣上了一个冒充前朝太子 谣言惑众 以乱视听的罪 给砍了头了 要说这周老头啊 这后半辈子是一件好事没干 最后啊 他也没等到这摄政王堆滚 提巴提巴他就死了 他们家在苏州的大院子 也被大清朝冲了宫 成了苏州制造府衙门 要不然是说呀 这人呢不能小坏 你得常办好事 为什么呀 因为这坏人呢 他自有恶人魔 一切的报应啊 他就在眼头了 这才是说书唱戏劝人疯 三条大路走中央 善恶到头终有抱着人间正道 是沧桑